好,這邊第一個就是先新增一個調整圖層 調整圖層影響的範圍是下面所有圖層,所以要拉到最上面 再來用Color Correction,色彩校正,用Curve 我先看中間調好了 中間調這樣,還是要調暗一點 中間調亮一點好了 暗部再暗一點好了 中間調再提一點 好,這邊再看我的亮部應該要怎麼樣 亮部要這樣子好了 好,看一下它的效果 嗯,好像比較好一點 好,再來呢 這種曲線反正就是看狀況 因為這一張本來是在調 有點像是日出還是像是黃昏之類的東西 比較像是日出啦 那反正就這邊的調的方法就有點不太一樣 那另外呢,這邊現在是要讓它發光 發光是在哪裡發光呢 是在背景的圖片 那個天空的圖片 那這邊呢,選取背景的天空圖片 這可以拉開來 一樣套Effect Color Correction跟Curve OK這個Curve呢,我先看 第一個都先看中間調 中間調還是一樣 我這樣調 好像可以 亮部呢,需不需要調 OK啦,可以 所以 背後天空帶調整以後 再看下一個是什麼 發光 好 發光的話呢 到這邊呢 做Effects Glow 是這裡嗎 G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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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Stylize Glow 在這邊 Glow OK 關閉 打開 好像已經有了 那這邊呢 有一個Glow Radius Glow的一個範圍 發亮的一個範圍 對不對 然後再來它的強度 OK,好 好 這好像太誇張了一點 不過 好啦,關它了 就先這樣好了 那其實建築物本身也可以調 這邊是Element 3D Element 3D Element 3D呢 它的 Render Out Render Setting 算圖的設定 渲染的設定 這個地方 裡面會有一個Glow Enable Glow 其實建築物本身就可以噴出這種 有沒有,發亮 發亮 那這邊呢 它的補光 我覺得這時候可以稍微再強一點 因為這後面這麼亮 這個補光好像都 有點 暗了一點 整個階調一點不太對 補光再強一點好了 30 75 好了 就75好了 這樣感覺好像後面比較大一點 嗯 好 好 再回來 看一下 好,開始要打字了 然後做成 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效果 所以你要先打一個 Metro這個字 Metro這個字 然後呢 在Element 3D裡面呢 你要去找 這邊有一個 IsTrue 但是 IsTrue是根據哪一個圖層做 IsTrue 這邊有一個Custom Path 要去選那個文字圖層 再來呢 去調這個 新的IsTrue出來的這個群組呢 它的位置在哪裡 它的 旋轉是怎麼樣 然後它的這個 分子的大小是多大 那下面呢 其實它會有 這個下面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在講那個建築物本身 先調補 好 這邊是那個剛剛說的 就是你要把一個文字 弄出來的話 必須在畫面先打一個字 然後呢 要設一個所謂的Custom Day 就是自訂圖層 自訂圖層呢 是那個文字圖層 然後到這個裡面去做 IsTrue 長出厚度 長出厚度以後呢 要設那個長出厚度的文字圖層 是群組多少 然後呢 你其實也可以套它的這個 導角 導角的這個 預設的是哪一個 它其實就會出來 這邊我先做給你看 第一個 拖拉出一個文字圖層 這邊取名為 亂講好了 台配好了 根本不是 隨便亂打 什麼 PJ OK 這邊呢 換個字體 OK 選到Impact字體 再來呢 我要把這個字給調大 OK 它的字間距要大一點 字間距是 就是 序盤子不放好了 OK 好 好 就這樣子 好 所以這邊呢 有一個台北這個文字圖層 那這個文字圖層呢 眼鏡可以關掉 因為它就是等一下要拿來用的 我們再回去選Element 3D 你看它這裡有一大堆選項 裡面會有一個叫Custom Layer 自訂圖層 自訂圖層呢 現在選台北 看你要選哪一個 就是反正就是選文字圖層而已 然後這邊呢 再選新Setup 場景的設定 場景的設定 場景的設定裡面呢 我們要做IsTrue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裡應該是有個台北 吧 那台北這個東西呢 這Istitution Model 把它放到一個新的圖層 這可以拉出來嗎 拉出來 這邊有嗎 你看 所以它的群組應該是二號好了 二號群組 然後呢 我們看這個預設的參數裡面呢 它應該會有刀腳 Physical 我們看要選哪一個刀腳 你可以選的是 到底有沒有在錄影啊 有 OK 好 這刀腳都好醜啊 隨便 這個好了 到底有沒有套啊 有套 OK 行 然後呢 這邊你可以看到它其實展開來 它是不是有好幾個東西啊 它有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所以呢 這些東西都可以套材質 請注意看喔 我們今天呢 有灌一個叫Proshader Proshader裡面呢 就有一大票這種東西可以亂套 比如說Metal 對吧 所以我可能比如說Metal 本來是Gold 或者像Shining好了 我就故意把它套別的東西 有沒有 Shining 這有點醜耶 還是有比較誇張一點的 Stone 好 Stone 好了 石頭 放在這裡 好 然後 wood 這還有什麼東西啊 Physical Crowd 好 好 亂套 goat 好 給它亂套啊 管它的 有點醜耶 這個 好 好 不管啦 先這樣子 這個其實都可以再調它的貼圖喔 你看那個貼圖在哪裡調啊 它的大小應該是在這邊會有一個 比如說這個 Defuse 然後它的大小應該在哪裡調咧 Defuse 在這邊把這個圖點進去 這邊是不是應該有大小可以調啊 UV repeat 有啊 這邊可以調 UV repeat OK 所以你可以用這種方法去調啊 OK 好啦 反正我先隨便亂調 調完以後呢 它是第二組 那第二組呢 你就要先啟動第二組 第二組的分子大小呢 就續番子不放調它的大小 不過它很大啊 我看到了 好 這邊呢 調它的位置喔 其實 我跟你講 比較快的方法 這是第二組嘛 剛剛那個方法 講義裡面那個方法有點慢 我們看它這邊有一個叫做 Create Group Now 就是它的控制器啊 所以第二組的控制器可以直接產生 產生以後呢 Group Now在這邊 所以P叫做Position 這樣比較快 對吧 字就升起來啦 然後再來就 如果 續番子不放拖拉 欸 後退 然後再往上升 再往後退 哇 已經完全看不清楚了 這有沒有大小 好 Scale 30好了 好就這樣好了 亂打 這個好像還是套金屬字比較好看 60 好先這樣子 嗯 好不管啦 先這樣子 再來還要幹嘛呢 好再來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 嗯 像我剛剛打算把那個字的塗層自己偷偷作弊改一下 另外一個就是我想要下個雨啊 所以還有加個攝影機讓它旋轉 就這樣子就把它做完了 嗯 還有加個景深 好 所以這邊大概這個圖層呢 所以這邊大概這個圖層呢 它是 這個好像要調顏色 特別調好像會有點問題 算了就這樣子好了 所以呢現在攝影機 攝影機是哪一台 Render Camera 把它的Transform裡面的所有屬性都展開來 再來呢 這邊後面就用攝影機工具 稍微宣傳 這作弊的 這個背後的天空穿幫 等一下 不錯 不能轉那麼多 只能轉到這裡 而且要再往右移 然後再來呢 這邊先看到的是這樣子 所以 有在這樣的動畫 欸這邊好像是不是有個穿幫的 對這裡有穿幫 所以這要再推後 看這個是不是要把它刪掉 對 好可以 然後我們現在新增一個圖層 這邊新增一個Solid 這個Solid呢 現在套上 RAN這個效果 所以我就叫RAN 然後這個RAN的效果呢 我們現在去找Effects裡面 去找Simulation CCRAN CCRAN4 然後這個RAN4呢 把它的混色模式自己改一下 ToggleSwitch 在Mode裡面呢 現在設AID 所以這個好像畫面整個變亮了 因為這個Solid的問題 所以Layer Solid setting 它的本身顏色要設黑色 純黑 才不會出問題 再播放 OK 看起來效果還可以 看起來效果還可以 OK OK 所以完成大概是長這樣子 好 大家試一下吧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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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